Hello大家好,我是小鸡,今天的小鸡DIY来德国系列我们讲的主题是德国找工作签证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目录,主要有两个方面,你也可以理解成一个方面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德国签证一栏表,这个回顾一下一栏表 第二个我们当然讲今天的主题,重点就是找工作签证,不是工作签证,是找工作签证 它的申请前提是什么,注意事项有哪些,以及谁适合申请这个找工作签证 我一定要强调这是一个找工作签证,而不是工作签证 OK,那我们的签证一栏表里面呢,介绍了来德国主要有哪些类型的签证 同时我们已经讲了两个主题,一个是自个认证的签证 还有一个就是在其他签证里面的这个语言学习的签证 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这个找工作签证 这个是Visum to Arbeit plus Such 它跟工作签证是有区别的 然后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要来看一下这个找工作签证呢 我觉得中文的这个强调的这个发音炸,我工作签证就很,you know,气息很强 嘿嘿嘿嘿,OK,那我们来看,先看它的前提条件 嗯,在这里先插播一下,就是这个前提条件是一个非常 阿根麦的这个高度概括,就是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啊 嗯,那我们先看一个比较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 呃,申请人呢,要提供一个已经完成的职业或者是学业证明 那这个其实如果你看了前一期的那个资格认证介绍的话 资格认证签证介绍的话,你就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呃,在这里补充一个就是,呃,题外话就是 如果你在德国有参加工作的话呢 在你离职的时候,雇主会给每一个雇员提供一份就是工作证明 呀,就像你的实习证明一样,里面会说你是哪个职位 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以及他们对你的表现怎么样 大概就是一个工作证明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工作证明的这一个传统或者是这种 呀,这种文件会不会是在国内也有运用 那我有印象说,呃,很多小伙伴说 呃,我怎么去找这个叫什么工作证明的这个文件 那其实这是一个你雇主需要向你提供的一个东西 那当然学业证明就比较好理解 就是你的呃,大学毕业证啊 或者是呃,中专毕业,呃,大专毕业证 嗯,第二个点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外国的这个工作证明啊 或者是你是一个外国的这个学历证明 所以的话,你如果想要来德国找工作 你必须要经过一个这个认证的阶段 就是你要让德国老相信你获得的这些证明 是跟相当于德国的教育水平啊 或者是德国的这种职业要求是匹配的 如果要是你不做这个证明 人家肯定不能 人家一不能相信你这个东西的真实性 第二,他们也不能检验你的这个水平 是不是跟他们当地的标准一样 呀 第三点呢,在这里的话 他大部分的人需要提供一个德文 B-Eins的证明 但这个的话会有一点 就是,呃,还是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就,呃 呃,这个的话 我后面到时候再讲吧 然后最后一个当然是生活费 就不管是你,呃 什么签证都是要满足一定的 这个生活费的 这个就是你的银行卡里面 必须要有钱 那我们来看第二步 第二个点就是找工作的注意事项 首先呢 你拿这个找工作签证的话 你在德国可以拥有六个月的居留权 那这个每周打十小时的工 这个点的话 我在这里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 就是我会把这个点保持一个open的状态 就是我不确认 因为我在一些网站上面查到有说 可以打工每个小时 每周十小时 在一些网站上面又看到说不能打工 所以的话 这里的话我会看一下 就是他的那个申请人 他到底是能不能打工 这里的话我建议 小伙伴还是要 呃,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要去询问当地的这个外管局的要求 以及如果要是有必要的话 寻求一下,呃,就是相关律师 因为小鸡只是做一个,呃,怎么说呢 呃,科,也不算科普啦 就是,呃,就是一个信息传递 但是传递的过程中也有可能有些偏差或者是错误 我又不是一个专业的这种律师或者是移民这种或者是什么, you know,这种咨询人 所以的话我在这里的话,呃,只是介于我一个就是普通人的视角 然后帮大家整理一些翻译一些资料呢 呃,车远了 回来,然后第三点就是 如果你在这个,呃,找工作 呃,签证 持有签证拘留的期间呢 顺利的找到了相配的正式工作 注意两个定语 相配的正式的工作 那么你可以在不离开德国的情况下 把这个找工作拘留就换成 比如说蓝卡啊,或者是工作拘留 那蓝卡和工作拘留是另外一个主题 我在这里就不说 呃,将来会有机会介绍这两个东西 那这里 额外再讲一讲什么叫相配的正式工作 呀,正式工作不用说了 就是那种非奸子类的正式工作 相配的话呢 呃,具体相配的标准的话呢 呃,到时候会有 具体的在这个蓝卡或者是工作拘留里面讲 所以的话,呃,如果要是比如说 呃,你是一个比如说 你是一个 学了某个informatics的专业的一个大学生 然后结果你为了找一个正式工作 你要去超市里面当收音员 当然这是一个正式工作 但它不是一个相配的正式工作 所以的话,呃,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有可能不会顺利的完成这个 拘留转换的这个过程 然后这个就是另外的主题了 我在这里就不打算延展了太多 嗯,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不能 它不能的话就是你这个找工作签证的拘留是不能延长的 就六个月就是六个月 但是这有一句话是重新申请找工作的签证是有可能的 它里面有前提条件限制具体监管网 这句话呢,它的德文原文我觉得有一点烧脑理解 但总体来说它是有可能的 这个,呃,如果要是当事人走到了六个月尽头 说,啊,我这个找工作签证拘留已经到期了 我想申请一个呃,延长拘留 或者是我想申请重新申请这个签证 那这个的操作性的话 我觉得呃,当事人得到了那个关头 然后再去问一下就是外管局 或者是去寻求相关的律师 我在这里呢,只是提供一个亚消信息的来源呢 因为我也不是这种行业律师 或者是官网,呃,叫什么工作人员 所以具体的这种呃,信息的话 我建议还是小伙伴呃,到了那个情景之下 然后再去具体分析一下 OK,那还有一个彩蛋 就是谁适合找这样子申请这种找工作签证 那呃,这个网站上面 它跟我们归类了五类人 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 首先是一个学者 就是你知道在很多领域里面 它会有那种访问学者,交流学者 那如果要是这类学者在访问交流结束之后 他们想要申请德国的工作 那他可以先去申请这个找工作,拘留或者是签证呢 第二个和第三个呢 是比较适合有那种在德国已经有了一定的职业证明或者是学历的人 呃,在德国大学毕业的人 相信很多小伙伴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是他们大学毕业了以后呢 他们在找工作的这段时间 他们是不能再拿留学签证 也不能拿工作签证 他们拿的就是这个找工作拘留 呀,还有的话就是在德国有培训的这个人员 就是你比如说我前面讲的那个资格认证 拿这个资格认证的期间呢 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在德国的这个相应的培训的这个过程 那么他要拿到这个培训证明以后开始找工作的这段期间 他就得去换这个找工作拘留呢 这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或者是你之前已经有了这个证明 那我想要申请来德国找工作 那我就申请这个找工作签证 呀,在某种意义上 这个拘留签证在这个语境下是同一词 我就,呃,你懂的 然后还有就是第四第五点呢 比较适合是不在德国 有任何比如说学历证明 或者是那种培训资格工作证明的人 那这两类呢 有可能就是适合那种 不是有可能 就是适合那种外国的人 比如说你是在中国 或者是在其他国家 已经取得了一个职业培训的一个证明 就像我说的前面的你的工作证明 那你要去做一个这个认证 然后的话 或者是你在中国或其他国家 有了一个这个学历的毕业证书 那你也要去做一个认证 然后带着这个认证呢 你就可以申请这个找工作签证了 以上呢是关于德国找工作 签证的一个就是比较高度概括的介绍 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 大家要看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类人 然后去看你对应的你这类人 需要提交的这些申请材料和要求是什么 那么今天呃 今天的小机DIY系列就到这里 那么下一期我们可能会就重点进入到工作领域这一个部分 但我要回去check in一下我们还有哪些部分是在 嗯 是在就是围绕进入工作领域的这一个环节了 说不定呃 还会有 呀不是说不定 就是我check in一下 然后再确定下一次讲的这个主题吧 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欢迎 呃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 Service C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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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o